市長 我想喔 你的整個市府團隊裡面喔 開始在玩一些階級鬥爭 加上呢 人事的佈局 都在玩官場的所謂的文化的問題 我給你一個LINE的貼圖給你看一下 當時你會爆出口的起因就是因為在黃立元 他給你一些不實的訊息 這些訊息給你了以後 居然他自己認為他是在政治操作 來 我給你看 原來他的目的在這裡是為了求官 他居然在要領選這個公務局局長 確定能選的前一天 他知道領選的人選是林志豐以後 他馬上就去跟你報告說 報告市長 我覺得我也很優秀 不僅是博士 且我當大地處的時候 林志豐也只是我一個副處長而已 林是接我的位置當到大地處處長 我比林還要早生處長 我覺得我比他更適合當局長 這個就是起因在這裡 你的人是全部在玩的就是所謂的政治鬥爭 政治鬥爭搬到你的市府的官場文化裡面 在做階級鬥爭 來 再來看 他這個是好大的官威啦 除了為了求官以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官威 他上任處長了以後 不管他在哪一個處當處長的時候 他都要求九隻等以下的人 不得進入他的處長辦公室 也就是說他看不起 他的這些底下的承辦人員 不僅僅是這個樣子喔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哪一個 哪一個市府官員在搞這階級鬥爭 再來呢 他一上任的時候 處長辦公室的家具 小到處長的公文夾 要換新的公文夾 我才可以去批公文 不能我批不批公文 還有另外一個更嚴重的 這個部分也要請政風處調查 他的公務車當作私家車在使用 如果確實是這樣的的話 這是大忌 為什麼呢公務車開完了 用公務使用的時候 公務車應該要回來 停在公務公務單位裡面 但是不是他的車是停在他家裡面 這些部分是不是市長 應該好好去要求去調查 你的屬下的人是這樣的座位你知道嗎 他是這樣的狐假虎威 然後在欺負他的下屬你知道嗎 那個剛前面那一章 那個是從哪一路來的 前面那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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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辦公室被裝檢驗器 你不用被裝檢驗器 他當時在講的時候旁邊那麼多人 你回答我 這樣子的狀況 你能允許嗎 是不是應該該調查去調查 是不是應該要禁止這樣的階級鬥爭 或者是政治鬥爭在官場文化裡面 繼續出現 我跟你講齁 這個你第二章那個 如果要調查那個是 那個是 像那什麼公務車那可以查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不適當的行為 這哪一個 這個是這樣 我們市府都被裝檢驗器了 你又在質疑什麼 竊驗器不竊驗器有問題 談這件事情的人旁邊有多少大家都很清楚 第一個報告市長 我的辦公室被裝檢驗器 啊不然我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是縱容大家繼續在玩政治鬥爭嗎 不是啊 我的辦公室給我裝檢驗器 不然會發生對事情 一樣的都是一樣是 大家都是處長 一樣都是幕僚 都是同仁 為何自己在官場的部分 去玩這個官場文化 然後呢去互相鬥爭 然後在你前面說三道事 好 第一點喔 我們的升遷制度 好 時間到